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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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鵬sir 刚才说小编 其实小编有 小编在不出镜 他要拿机 今天我和Desmond 一起和大家做这一次节目 近期大市相对比较反复 但有点我都想说一说 第一 中央政策既然已经出来 希望推动内需消费 从而提振经济 即是不会这么快就完全没有办法 不会的 他一二三四是有步骤的出 只不过市场过热的时间 他是稍微按一按 是有延续性在 大家要给一些耐性 第二 近期的成交 今天两千亿三千亿 比较以往是很刺激的了 已经 大家记得吗 一个月前的成交 今天都是几百亿 一千亿 但现在是说两三千亿 那就是说 资金已经是参与了 所以整个牛的形态 我觉得是会延续的 只不过 你由8月5号 去到10月7号 说到头尾都是八个礼拜 多些 指数由16,441 升到23,241 升到多少呢 是足足6,88点 经过6,88点的上升之后 股市的回调呢 其实是很正常 不过是太急的 你想想 由7号的高位 去到9号的低位 下到21,190点 3日 3日跌了3,051点 本来市场是要调整3,000点 但就不是3日跌了 摊长它 只不过急跌之后 跌得太速了 所以市场一定会有些收窄 有些技术上的后抽反弹 但整个技术上的调整势头 是延续的 那就看了移动线 大家清楚了 因为指数 恒指已经第4日 反复在10天平均移动线之下 即技术上 形态上 是处于一个急升后的消化之中 所以暂时来说 如果拿货少的朋友 那捱一捱价 都捱得到 就暂时捱住先 如果重仓 就真的没办法 至于投机性的短炒 始终都是一个守则 你赢得到5-8% 你就承担5-8%的风险 其实 这个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做法 我又不觉得大市会跌得太多 起码目前这一刻来说 不过短期之内 大家有心理准备 因为记录上整个形态 仍然暂时会处于一个 反复回吐当中 好了 看看相关的南方东英的ETF Jasmin 这几天这样行法 对一些恒指的正向和反向的产品 有些什么情况呢 资金的部署又是怎样呢 你说近期的市场 的确是很波动性 上个星期大升大跌完之后 正如郭先生所说 其实大家都对市场 不是看得特别淡的 比如说资金流角度 过一个星期 都是做一些 这些恒指科指的公安产品 会多一些 比如说 你看到最多流入就是7226 恒指两倍看好的产品 有24亿的 其实也挺多 但是恒指方面的7200 就少很多了 大概4.8亿港元 也反映着投资者 其实都喜欢科指 会比恒指多一些 但是这批的资金 其实都是反映投资者 其实是博客市 有机会反弹 当然 上个星期四 大家都憧憬着 就是周六的一些财政部 一些的会议 更加多的政策出台的时候 升了六百多点 其实这一转资金 是赚了钱的 投资者 但是呢 始终市场都有机会 正如郭先生刚才说 有机会进一步 会调多一点 始终那个会调的幅度 都是两三天太短了 是的 所以大家如果真的 持有7200 726 我想相信上个星期 都赚了超过一成 那会不会分住 先吃了一户 是的 分住先吃了一户 然后策略又怎样做呢 将赚了的资金 买入那些3033 甚至是ETF 那过了一个星期 都有超过二十亿的港资流入 就是除了我们说 经常都有北水买入 其实上个星期 甚至上上个星期 就是A股没有开市的时候 都有些外资 开始不断 总是有资金流入 也是长市 其实都是看好市 因为始终我们记得到 中央政府的政策 是很明确的 就是 你说九月底 有金融的组合权 而且不断不断 有些不同的部位 开会 财政部有些 那虽然这次来说 可能有些少少大家失望的 就是说金额来说 没有说 舊市还有金额多少 但是其实整体来说 其实真的有些 实质政策会出台 就是说 发一些专行 买一些现存的房地产 因为房地产 其实是很重要的 因为涉及了不同的 就是贡献了整个GDP 不同的情况 亦都是有些政策出台的 甚至你说上个星期的政策出台 其实种种一些的政策 其实都很明显 所以我觉得这一转 不会一下子就谈一声 就算了 反而是有一个持续性 正如郭先生所说 大家给一些耐性 持货的 持货的就持有多阵 是的 我现在暂时会先行回复 Andy Andy的一个问题 他问我是否觉得 现在这一轮的升市已经完了 是不是见到顶呢 暂时记得上 经过了6,800点的上升 市本身就需要调整 如果你6,800点开始调整 譬如由今月到10月7日 调整到10月17日或者20日 仍然在2万点上 我觉得很舒服 我真的很舒服 为什么呢 你高低的人抹开 起码10个交易点 是正常的 但是他那两天跌得太深了 那无奈呢 就是说呢 幅度就已经足够了 只不过 调整的周期就未够 所以呢 去到10月中旬 或者打后呢 去到下旬之前呢 市仍然会反反复复的 那可能呢 就未必会太深 但是呢 技术上一个月的高低位 一般来说 不应该同时出现在3个交易点之内 这个月是不是例外 我不敢说 但是我自己觉得 整个升浪是未完的 因为中央政策既然能出台 他不会说 啊 斧头射尾 立即就收兵了 不会的 应该是一个步骤出来了 他市场反应太过急啊 所以就先按一按 摊一摊 然后再出第二步第三步 那有实力的那些 就一直坐上去咯 那始终最后呢 就是民间财富 百几万亿的人民币 怎样将这批资金 拉动推动出来的市场去 置业好 投资好 消费好 从而推动的来需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并不是说A股升个一千点两千点 牛市完了 散水了 不是那一回事 所以呢 整个技术上向上走的形态 我觉得没有变得 急升过后 小小调整是很正常 好了 我们讲完这个 那个恒子的 相关的一个 那个 科子的走势之后呢 不妨拉回阔一点 去看看微股啦 近期来说 纳指一直在高台 杜瓊斯指数已经创历历史新高 纳指还未 因为纳指的历史高位 是18671 但是现在这一分钟 纳指都是咬着高台 上日收在18342点 技术上是属于 紧扣高台而不下的格局 到底什么时候才穿顶呢 我不知道 但是看个走势 纳指的形态 是典型一个上升三角形态 很漂亮很漂亮 属于是欲霸不能的格局 那相关的EDF 近期的资金部罪是怎样呢 Desmond 是啊 我相信美股近期的确 正如各位傻说 就是美股走势 其实挺强的 包括美股三大指数 你说相对比较落后的纳指 其实都距离之前 7月份18671点的高位 其实非常接近 可能都不够2% 相信 未来也有很多消息 将会出台 就是说 美股上的个股 将会公布一些季度业绩期 季度业绩 也很快 我相信 会带动了下一轮的 一些美股上的升势 但是你说 如果资金流去看看 就是我们美股方面 投资者 一直都喜欢做一些 比如说反向会多些 比如说75-600 纳指两倍 看淡 其实有900万的资金 是博去回调 其实如果大家有留意 之前我们也有继续做节目的时候 之前流入的速度是很快的 但是过去一个星期 开始慢了 甚至你说 煤了一点 就先吃了一会 再反手做一些看好的部署 看好的ETF工具来说 有什么工具 比如说 我们也有一只3034 纳100指数的ETF 这只来说 就是纳指100只股份 我们也投资一纳指 去跟随便买了 让大家跟随着 纳指上 即是再破顶的时候 的一些的升势 也都避免了一些 过股风险 可能大家除了持有些 一些的过股之外 或者一些 某些的股份 其实是相对比较落后 所以有时候 他们会多乘一只 10米ETF 这样来说 就避免错过了整个升幅 但是你说 如果真的手头上没有货 有些投资者 喜欢做一些杠杆 或者10米ETF 觉得没有放大回报 不过人 用一些 其实我们也有些看好的 放大的工具 比如纳指的两倍 杠杆产品 数码就是7266 给大家一些较小的注码 如果真的破了之前的高位 跌了18000 六百七十一点 这些位置 企稳 配合了资金流 大家便用一些 共产生物去拨 接下来向上一些突破 这也是一个 挺好的策略 整体来说 我觉得美股 也是看好为主 尤其是 未来也有 美国总统大选 短期之内 我也觉得 应该不会 比股市回得这么多 即使民主党 共和党 始终大部分的选民 都是股民 股市跌下来 其实对他们一些政治策略 其实都是没有那么好的因素 这些来说 种种因素 我都觉得暂时短时间 美股可以看好的 是的 没错了 那纳指现在暂时 都不是在试顶上 未正式穿 但是当纳指 如果突破到 18,671点 将会涨到一部 历史的高位 那在纳指 那么多次当中 买哪支 买NVIDIA 还是买Microsoft 或者Apple 就是拗到头皮都烂了 都决定不了 不要紧要了 有实物的ETF 和有正向的ETF 就是分别是3034 和7266 给大家参考的 那如果你说 充高了之后 势头纪律上 开始转弱了 那要留意 那只反向的ETF 不过暂时来说 都是以正向为主的 好了 我们再转转话题 那美国现在的经济数据 其实是不差的 那联储局上一次 就是减了半厘了 那有些人就说 早前是说的 年底前 储局是会再减多半厘 明年会减多一厘 那当然知道 这个是市场的看法 但是你看看经济数据 储局可能未必会将 减息的部分 会维持这么急的 那到11月以息 或者12月以息 到底是减多少 怎样减法呢 现在真的不知道 不过市场暂时来说 的看法 都似乎比较分歧的 那美息如果真是相关的 一些ETF 3433 你不如和大家谈一谈 好吗 好啊 那你说债方面来说 近日息率抽升 那个债价 其实也有回调在这 最主要大家 都是在害怕 就是联储局的减息 不是很明显 就是不很明确 那大家究竟是在猜 即将来减少一点点 还是不减少呢 大家都是未判断到 对整个债来说 都有个压力 那而且我觉得 最重要的就是 大家的focus 大家都在留意中 中国股票市场 就是前排 升得这么高 升得这么高 跌到这么多的时候 大家就做到 资金就出了出去 那但是你说 是不是就已经炒完呢 就是债券 或者债券ETF 我觉得不是的 因为始终我们觉得 减息未来不是一次 那未来也还有几次的减息 以息的情况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周期 尤其是今年 11、12月 都有两次的以息的时候 那也有很大机会 会再减息 那长线来说 那个息口仍然向下的话 一些债价价有机会 我觉得也是一个 上升的空间在这 那你反而说 现在落到73.8 73.6 这些位置 反而是一个入市的时期 那为什么呢 因为接下来就是 11月以息 通常我们都提前部署 那现在去到10月中的这些时间 甚至去到10月底的时间 大家就找位去入市 去部署 尤其是回了这么多的时候 最高我记得是79.9.6 回了的幅度也比较大 嗯 所以这些时间 大家是73.7 至74元左右就入市了 而且我们10月底都会派息的 是 派多少呢 派 我们通常参考之前 4月7月 每季派2厘 2厘 是的 如无以外 今次10月份 这次的派息都是2厘 这个给大家参考吧 是的 是的 如果大家喜欢高息股 高息的ETF 也可以考虑到3433 OK 那好了 我们再转一转话题 日股近期来说 一直持续整股 我记得在8月初 当时突然间日元加息 是 所以令到环球出现了 一个拆仓的行动 美股也曾经急跌过 大家记得 港股期间也跌到16,441点 但是 现在看上去 似乎来说 第二天的拆仓 或者不需要这么急着 所以 日经的指数 也慢慢挡回4万点左右 所以暂时还未穿顶 那么 相关的ETF 市场的资金又如何够处呢 日股方面 都猜不到 不经不觉 上到39,000 40,000点 其实 之前就是说 整个日元拆仓 有些恐慌性 现在就不说这件事了 最主要是因为 日元始终开始弱了一点 因为再次会不会 大家再次借便宜日元 去买一些高回报的资产 Sector 甚至日股 半导体 新变股 或者美股 这些板块来说 就开始借钱 再进市 而且新手上的货币政策之前 现阶段来说 市况的稳定性 是首要的目标 大家也不需要太担心 利率会否继续正常化 去加息 令到日元会升值 所以近期 如果大家看到 日股真的升得很多的时候 也有些工具 例如我们的3153 日经的 25指数的ETF 这只的ETF来说 之前也和大家介绍过 就是买回225指数 日经里面 有代表性 有市值 有市值 有市值规模 成交量的股份 让大家不太熟悉 投资日股的时候 用ETF 大家去做 而且这只来说 也没有一个货币对冲 当下年年头 甚至今年年底 再加息的时候 日元的升值 也是卡通的 如果你说看好 有没有工具 放大一点 就是一些杠杠 就是7262 那我们有一只 日经的两倍杠杠产品 给大家 如果未来站上去 4万点 甚至更加高的时候 配合成交资金 的角度下 那大家便用一些杠杠的产品 去薄一薄 未来会不会上去 历史新高 42500 600点 这些位置 也是有些工具 给大家 那日经现在 是39580左右的水平 距离历史高位 42426 10%没有 北港都还有7-8% 那如果你利率不再上调 或者 照现在这个市况来说 那个日经 市顶的机会是有的 那相关的ETF 大家可以考虑作一个参场 那我们转转话题 看看金价了 那金价一直咬住高台 那早几天吃饭 都曾经有些人问过我 金价是怎样看法 我仍然维持 金价持续都向上限 当然之啦 所以架价是仅仅仅仅仅过高台 而不下的格局 但最重要是2项目 第一 中东局势已经很亂了 似乎资金uran 有些少很避险的 而最主要的是 央行不断地发抄 甚至央行 也希望持续更多贵作金属 所以价格持续持续强势 歷史的高位是2696美元一盎司 相對現在2660多元其實是咬著高台的 相關的ETF資金的部署又是怎樣呢? 如果說到金這隻 就是黃金期貨ETF7299 其實資金又不是特別多 始終之前大家去問的時候 金價都相對比較硬,沒有位置 讓大家入市的時候 又不經不覺現在又升回11.94 尤其是剛剛提及的一些地緣政治問題 即是中東、以色列 甚至現在說會不會打尼巴亂 甚至伊朗會不會牽涉在內 或者更加多的國家 引發一些比較嚴重的衝突 避險情緒是一路升溫的 所以這些黃金上的走勢 其實都相對 例如今年之內 有機會繼續破之前的高位 甚至向更加高 可以去到2900至2800 這些位置再上去看高一點 所以在這些情況大家可以 留意多些是7299 可能用一些小注形式 分注形式 亦都去買入 令整個Portfolio 不單止股票、債券、黃金 亦都去留意少許 可能一成了這些資金 去部署金上的走勢 我不知道現在香港金價是幾千一兩 應該都是兩萬多 差不多 兩萬多 如果你真的買幾兩金 都會十萬元 但你買相關的7299的ETF 其實每100元都是一萬多元 是一千多元 不是一百十二元 一百十二元 一千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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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五千元、六千元 你都可以買幾手 其實你看好金價 你都可以考慮相關的 一個投資的部署 當然有些人說 我買二百四零 我買紫金 或者是招金 其實都是不同的產品 大家可以考慮 好了 我們再講講最後一個產品 就是比特幣 是 比特幣很厲害 歷史高是七萬三千七百四十元 近期你講 一直都是六萬多元 在阻止水平 其實我早前一直在講 虛擬的貨幣 實金我不買 我買虛擬的貨幣 我真的過不了自己的那一班 當時很便宜 一萬多兩萬 有人跟我講 一定五萬、一等六萬 我廣復不了自己 過不了 我是廣復不了自己 其實我們始終都是上一派的人 就是要計算數 沒錯 又不是今天虛擬的 怎麼會炒得這麼厲害 結果後來我的朋友就對了 真的比特幣 去到三萬四萬 五萬六萬一路上升 無論如何都好 相關的ETF 我相信也有不少人賺到錢 不如你說一下 如果你說近期虛擬資產 包括Bitcoin 甚至以太幣的走勢 亦相對比較雜幅区間上落 大家都在看一些範圍為主 如果說 資金流角度 其實兩邊都有 一些看淡 看好的工具來講 都有資金流流入 譬如說Bitcoin 我們有兩隻 一隻看好的工具就是3066 比特幣期貨ETF 如果另外以太幣的 期貨ETF 看好的就是3068 兩隻近期都多了 人去留意 但是你說 剛剛郭淑也說了 歷史新高 三四月這位置 七萬三千元美金這位置 好像阻力也相對比較大 你不要說七萬三 甚至你說去到六萬八 之前都是 每次去到這位置 其實都會跌下來 所以投資者來講 都會用一些 譬如說 一些反向的工具 做一些Ring Trading為主 譬如說 我們都有一隻 7376 這隻來講 亦都是亞洲裏 第一隻 當大家 如果真的看淡的時候 有沒有一些工具 讓大家做淡 其實我們都有一隻 反向的工具 去看淡 去到六萬七、六萬八 這位置 大家便試一試 用7376 大家又不要看得太淡 大約六萬元 那這些就是 take profit 賺了錢 那在這些Ring Trading 其實都有很多空間 給大家賺錢 但是你說長線 其實我仍然是看好比特幣的 即是長線持有的朋友 那就用回3066 拿回倉位 當真的要升 尤其是減息周期 Wilson的資產來講 比特幣 我覺得是仍然失落 所以這些工具來講 尤其是 大家最關心 就是怕一些 crypto的平台 或者是倒閉 有些錢進去 拿不回來 所以用回這些 大家比較熟悉的工具 就好做 安全係數會高一點 OK 真是英雄出少年 金融市場 永遠都是年輕一代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直到現在 這分鐘 你問我接不接受到Bitcoin 我是接受不到的 你六萬多美金 幾十萬 買過一個虛擬的貨幣 我年輕一代 我買實金 起碼擠一下擠一下 但是我的想法 是很保守的 所以年輕一代 有年輕一代的成功 因為你的思維 沒有這個歷史的包袱 可以跳出那個框框 所以新一代 其實就 有不少在Bitcoin方面 都賺到真是跌錢的 我也開心的 當然 今天很感謝Desmond 不過還沒完的 我們回答給你一個問題 如果大家有相關的 ETF的問題 可以趁這個機會 Desmond在這裡 可以回答大家 首先有幾個問題 我也想回答 有不少朋友 都問雙湯怎麼看 還有 George說雙湯 不是 George 有一位朋友就說 雙湯是看2.5 其實我不會定一個目標價 看多少 雙湯的招股價是3.8毫半 你問我看多少 我目標長遠一定是招股價 一定是招股價 管理層就說過 兩年之內 會開始有盈利 兩年後 是怎樣的世界 你和我都不知道 既然他這樣說 就暫時觀望先 有一點我想提一提 這一陣是由 一個多元錢 去到兩個三款 很急很急 一倍又多 但更重要 就是高台上 成交今晚 是以10億10億計的 如果你說 老省 省戶去參與的話 對的大家就賺 不適合他就輸少少 就離場 有些人就局渣了 這個一定是會有 但如果你說 一旦淨了下來 不升又不升又不升 跌又不跌 都仍然有很多個億的成交 那就不是散過做的了 好像今天這樣 直到現在這分鐘 成交股數 成交金額都有10億 是不是10億 10億 10億 在這樣的環境 股價升又升不多 跌又跌又跌不多 拿著貨 你不捨得賣的 你問一下自己 過百過九兩元 買回來 你捨不捨得現在走 不捨得走 反過來 過一過二過三 買回來的 你兩個多 你走不了 你現在是不是賺少很多 你走不走 又是不走 那邊來這麼多成交呢 是有大的基金在做部署的 換句話來講 這一陣由一個一毫領 去到兩個三毫半 升了很多 調整了六個半 過六 順勢是做一個消化 其實就是這麼簡單的 消化過後 是不是馬上升上去 不是的 它慢慢來 慢慢來的 又有一段時期 何時之限 是沒有人知道 但是我自己看 勢頭 應該是等機會 逐步逐步向上 這個圖 你看不得很清楚 如果我拉開五年圖 你會看到 技術上已經升了 低位 漸漸遠了 所以你問到我怎樣看 我就 中期少少 我是向上望的 不過目標價 我給不到 你問我 看多少 怎麼看多少 你兩個三毫半 你不走上去 你就回到一個半個六 那波幅 對於一些短炒的三毫來講 其實不是那麼容易捉摸 但是 有一個 就是小小的竅門 就是 你買的時間 你慢慢去低位賣 你不要去到急升的時候 你去追 急升的時間 通常你說 有幾天的 不會一天兩天 有幾天的 到四五天 哇好美啊 真的這部開香檳 你錯了 它就回拳後去了 這個就是相當的特性 你看回每一次都是這樣 為什麼呢 還沒到開花結果的時間 開花結果 就是它真是硬欄出來 啊 開始賺錢了 明年又賺 後年又賺 那一刻就直路了 那一刻就直路了 不過現在去到直路 你還要等一年多 等不等到 就真的看自己了 所以千萬不要重創 那中國人壽 陳女士 會不會上回二十元 那看看 那二十元那一刻呢 是急了一點 老實說 你就算要上二十 都不是這麼急的了 十元 十個零八毫六 是一個月的低位 二十元六毫子 是一個月的高位 也不知道 一年的新高 端端一個月升了一倍 升了一倍 跌回三幾元 是很正常 如果你要上回二十元 我看都不是那麼容易 我不想搏你爛水 但真的不是那麼容易 那兩天是很亢奮 很亢奮 就是因為太過亢奮 中央見到股市這樣走 哇 每個都瘋了 就壓回下來 它不是代表壓下來 牛完整了 不是 而是政策仍會持續 但這個市場太瘋了 上證二千七 去到三千七 左近 喂 期間升了一千點 一千點你覺得很少 對上證來說 香港已經是40%了 以及有不少年輕人 是加注進去的 所以 只是按一下 讓它降溫 短期來說 它應該是升了低位 但是 不會那麼快 上回二十元 你要給點時間 日子我不敢說 下一層的A股 再行有政策出來 它上回十八九 也不奇怪 但不是短期可以見得到的事情 好了 七二九九 是不是你們的相關產品 我們是金 郭Sir 阿森就問你 什麼位可以買 只賺只蝕 上網有多少 看金價吧 不過交給你講 是的 郭Sir 我們覺得金來講 剛才也說 大家都要買 因為在哪個位置買呢 其實大概現在這些位置 再回多一點 就是之前我上星期 十一個六 十一個半左右 有這些位置 大家也可以分住去入 那你說上面 或者如果大家拿了貨 看多少錢呢 那也是現在的金價走勢 我覺得暫時來說 不需要設定頂住 所以大家找位去做一些入市時機 或者郭Sir又怎樣看 七二九九的位置 我繼續看好的 金價如果繼續向上攀升 其實現在距離的歷史高位 相差幾十塊而已 那麼很多人都說 金價上到二千九十三千塊 但是我覺得 這些就是技術上的看法 最重要的是 央行怎樣看法 央行現在印了這麼多錢 他自己都要增加多些貴金屬 你又印他又印 大家都鬥印 錢就一直印出來 那麼拿到最後 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的鈔票 唯有買貴金屬 買油 買資源 所以呢 金價仍然是緊扣高台 仍然等升 如果有一天 安市金價能夠突破近期的高位 二千六百九十六 或者二千七 再上的話 相關的這隻ETF 應該可以突破前頂十二一號三 雖然波幅很小 但是你要知道 你投放的銀碼也不多 就是穩中求勝 在一個組合裏面 有少少相關的ETF 坐著在那裏 那對有些人說 不如買紙金買招金 兩件事來的 金價創高位 不是代表紙金和招金的股價 可以視高位的 股份是計算市盈率的 看你的息率的 那你現在金礦存了很多金 但是問題是你要開採 要提煉 要賣出去 整個流程完成了 但是你才有現金回流的 或者天氣 或者有多少因素 令到你開採黃金的行動受制 金價上升 你都沒有開採金金的股份怎麼升 有時的事情是很複雜的 好了 今天時間都差不多了 很感謝Desmond 多謝郭Sir 下次上來再講一些相關ETF 教教大家 好嗎 多謝大家 好了 今天四點半 郭Sir財經直播室 我沒有講錯了 再跟大家見面 拜拜 多謝 那謝謝 你 咖啡 不是 bey 你 咖啡 我 今天 感谢观看